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留言和线下私信的方式 给我们发来最直接的反馈 尤其是拍专的constructive feedback 其实是帮助我们提高最有效的方法 当然请记得点击subscribe 订阅BitTiger在YouTube的频道 我们先前讨论了one on one 和如何给constructive feedback 那这两个呢 其实都是在个体之间的一个沟通 和交流 其实我们平时工作中啊 我们碰到更频繁的是各种规模 和各种性质的会议 比如说有团队内部的 有团队之间的 有cross functional的 还有跟上级汇报工作的等等 那么如何在这些会议中 能够游刃有余的发言 能够有效的发言 其实是一门学问 其中很有讲究 那这里我给大家描述一些场景 看看大家自己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 开会的时候呢 由于对这个topic不太了解 或者说跟不上这个讨论的节奏 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发言 或者说在场的与会的人比较多 然后有一些资深的比较aggressive 就是气场比较大的人在的时候 你想说却不敢说 然后那包括我的话 我其实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了 其实我自己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况 我会发现在一些气场特别大的高层面前 我会变得语无伦次 就是轮到我发言的时候 我也说不清 这个语言能力就会急剧下降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想说不敢说 那第二种情况呢 是你发言的时候啊 经常被打断 或者说等你阐述完自己的观点之后 别人换一个话题 就直接又继续往下说了 根本不对你发表的这个观点 做一个回应 或者说我们滔滔不绝 讲了很多之后 发现全场鸦雀 既没有正面 也没有负面的一个反馈 这个时候我们容易紧张 觉得说我自己肯定说的不够清晰 想再多说一点 补充了几次之后 发现自己说的重点就没有了 那这个在我的身上 其实也会发生过 我们最近就是出现了一次 我私的director们在讨论 就是如何把绩效考核的这个制度优化的时候 我其实提出了三个观点 然后居然就是没有人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应 然后在会议会结束的时候 另一个资深的director出来 突然把我说的这个三个观点 总结了一下 顿时就是一呼百应全票通过 然后我其实还是就给我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有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那这个我把它称为你敢说 但是不会说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就是当我们自己也会说 知道怎么说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犹豫该不该讲 这个经常发生在 比如说跟上级汇报工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那些上司 因为他缺少一定的context 他问的问题 他发表了这些评论 其实说实话是不在点子上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自力比较浅的人 或者级别比较低的人 会努力的去迎合 去回答 去解释 而不是当面的去指出 就会避开这些正面的冲突 怕对方下不来台 就是说他自己其实是会说 他也敢说 但是他就不知道 在那个场合是不是应该说 那要就这些痛点 对症下药的话 我们必须先明确开会的意义 以及在开会时有效发言的意义 我们先来谈一下开会本身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会议 按照它不同的目的 其实可以基本分成几大类 那么第一类叫做 为了Execution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而开的会 这里边的例子有 比如说我们团队的 团队内部的每日的例会 和每一个星期的一个Spring Planning 然后这些会议的阻止 是说把项目的进程 然后做一个Update 然后找到可能会影响进程的一些Blocker 然后来调整一些策略 让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运营 可以变得更顺畅 那么这里呢 这种会议其实也包括了 比如说每个季度 我们很多组会做一次头脑风暴 然后每个季度呢 公司的这个领导层 Leadership Executive Team 可能也会需要每个团队 向他们做一次报告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Execution Efficiency 那第二种类型的Meeting呢 是为了Decision Making 然后这是为了解决一些矛盾的观点 就在这样的会议中 会有不同的意见 进行直接的碰撞 那么它的目的是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Definitive的决定 能够让与会的人 大家都同意某一个决定 某一种做法 然后那么第三种会议呢 我们称之为为了Quality 就是为了产品的设计 或者说我们技术的一个实现的Quality 而开的会议 那这个最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的Technical Design Review 然后它的目的是去征询一些意见 然后能够做到集思广益 来提高这个负责的人 他自己的一些实现的方式等等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个广告 向大家推荐一门帮助你三个月 成为北美软件工程师的课程 立刻扫码或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了解课程详情吧 在课程主页点击课程咨询 会获得专业课程顾问的指导哦 快下手吧 在开会的时候 要去发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其实常常听到很多同学讲 是为了刷存在感 那我觉得这个想法呢 可能有一些片面 如果目的只是刷存在感的话 其实可能从侧面反映了 在这个自身的这个发展 在职场发展上 其实还并没有找到这个突破口 并没有找到这个契机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会议的 各种不同会议的意义 我应该不难理解 就是作为我们团队的成员之一 在会议中去发言 首先可以是一个自我学习的途径 因为其实就在会议中 你要保证自己能够听懂 或者说你要能够同意会议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因为他们是直接影响到你平时的工作的 反过来在会议中 如果你不发言 然后你把一些疑问就是就自己吃下去了 然后这样的话 经常会出现 你在工作中做了一些事情 是跟会议的决定是背道而驰的 或者说呢 我看到很多人他会在会议之后 再把刚才讨论过的问题 在私下中再提出 然后这样的做法 其实都是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口碑的 那么第二个第二种情况 我是觉得在会议中发言 其实要把它视作为是工作职责的一部分 不要觉得这一点非常明显 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 特别是在一些例会 在一些roundtable updates的时候 只要把自己做的工作 讲完了就好了 就剩下的就跟自己没有关系了 其实你想这样子的会议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找到我们在运营中碰到的一些 不够有效的地方找到一些blocker 那么这样的东西 其实如果每个人逐一的这样给updates 其实是发现不了的 所以就算是平时的例会 也应该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互动 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学会 在平时这些例会 其实例会可能是一些最简单的会议 压力最小的会议 要学会去向别人提问 去质疑 久而久之呢 你就会比较习惯了 在更高阶的 在更challenging的会议上也会发言 那么第三个 我认为在会议中发言 其实更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一点就比较隐晦了 所以我想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在很多时候 就是当自己跟别人有不同意见 在会议中争锋相对的时候 人之常情 非常在乎最终的这个结果 会在乎说 谁把谁给说服了 最终采取了是谁的意见 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呢 我们忽略的是这个讨论的过程 其实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 你展现的不光光是自己的一些能力 或者说是你的这个智商 更多时候也是展现的是自己的一个人品 自己的情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当你是争论的一方的时候 你能够做到认真听别人的观点 尊重别人的观点 或者说你能够让比你junior的人 能够非常好的阐述他们的观点 然后或者你作为junior的人 你可以勇敢的去push back 更c年人提出的一些观点 然后等等等等这些 包括你如果开始有一些leadership 能够在一个会议中 引领大家能够各自做妥协 最后达到一些compromised solution 就是做任何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得到的在soft skills上面的这些认可 其实远远重要过 对于讨论的这个话题 所最终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然后我觉得当你有老板在场 或者说有更高阶的这些manager在场的时候 你的这些表现 其实会在他们心目中加分 然后929就会觉得说 你不仅在technical上 其实在leadership 在organization上会对你为以重任 那好 在明确了会议的目的和发言的重要性之后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 到底如何发言才最有效 我们要根据自己在某一个会议中的 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来制定策略 那我们先讲一下 如果你是这个会议的旁听者 就是有你没有你是无所谓的 然后你去参加这个会议 是为了学习这样的情况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能不能发言呢 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怎么样发言呢 我给大家两个tips 一个叫clarification question 另外一个叫补充说明 所谓的clarification question 就是说当你几乎听懂了 但可能还差那么一点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非常快的 非常就是轻便的去问一下 说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有的时候也就是把主讲的人 把其他人的这个观点 paraphrase一下 用不太一样的话说一遍 其实有的时候是确保了 自己真的理解是正确的 但同时呢 也是给与会的人一个感受 就是说你有认真在听 然后你有在理解 这个互动非常的重要 补充说明呢是类似的 就是当你当你们在讨论一个观点的时候 当你发现其实你是同意这些观点的 然后大家只是在找更多的理由 或者说找一些justification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有一些比较 比较独特的观点 你可以去补充一下 然后其实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 一个是去validate一下自己的理解 对吧 如果因为你说如果有偏差的话 别人可能会纠正你 反过来的话 别人会知道其实你有在听 然后你思路有跟上 那么这两种问题 其实它的cost都比较低 就问这两种问题的话 其实没有宣兵夺主 自己压力相对较小 然后呢其实也很有效的 让周围的人觉得你不是空气 好那第二种角色呢 叫会议重要参与者 就是你其实是有观点 需要在会议中发表的 但你不是主讲 也不是最资深的人 那么对这样的这个角色呢 我的建议首先你得学会听 要认真的去听 剩下的人在讨论什么 能够实时的去更新 自己准备的这个观点 然后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要见缝插针的去发言 有的时候可能是安排好的 就是主讲 或者说你方的这个leader 会主动的请你发言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通过眼神的交流 或者说政治局守 去主动申请这样的一个发言的机会 那么就因为你不是主讲 你也不是最资深的人 你的发言可能会被打断 但是如果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善用 一种比较professional的说法 叫Please let me finish 就是这个说法 其实应该是很有效的 如果在场有一些经理 或者有一些资深的人的话 应该也会帮助 让剩下的人停下来 让你把你的话说的完整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下 如果你是会议的主讲 你又应该如何制定你的策略 那么作为会议的主讲 你很大的一个目的 是要让自己的这个发言有说服力 要让自己的发言有说服力 其实事先准备 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不要觉得事先准备去背一下 是一个丢脸的事情 我们公司的CTO 其实平时是一个 姓首年来妙语连珠的人 但是每半年 在公司全manager大会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请他做一个开场白 就是两到三分钟 然后我其实每次都看到他反复的在这个发言前在后台背 其实他后来有跟我讲 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会忘词 而是他要确保他自己的用词能够真的有鼓舞性 在那个两到三分钟之内 他想得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连这样的一个native speaker一个CTO多花如此大的功夫 更何况我们这些外国人 然后作为主讲 因为你讲的话比较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追求清晰简单 而不是一些辞早的运用 特别在科技公司 其实用词并不是这么重要 关键是要把问题讲清楚 有另外一些方法可以帮助到自己 比如说要善用一些多媒体的这样的一些元素 就是其实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你用了一些PPT有一个这样的投影的话 其实整个在场的这些开会的人 他们的目光 他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屏幕上 然后这样你自己一下子在你身上的压力就会减轻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用数据的形式 来增强自己观点的可信度 然后其实经常运用一些数据 其实也是弥补了我们在语言能力上的一些不足 最后提醒一点 作为主讲能够保证会议的顺畅的进行 能够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完 能够把要做的decision可以真的做到 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能够控制节奏 很多在会议中碰到的一些challenge 作为主讲 要能够非常大气的说 Let's take them offline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让meeting顺利的向前走 但又不失礼貌的一种做法 好 那我们最后再来聊一个角色叫主持人 然后主持人的目的是什么 主持人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会议能够高效的进行 然后最后有结果 主持人的发言 有的时候有一种叫结构性发言 就他其实是没有干货的 他并不参加真正的讨论 而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发言给这个meeting 让这个meeting变得更structured 比如说在开场的时候 在大家寒暄完的时候 跟大家过一下当时的agenda 然后在会议的过程中可以做一些计时 然后提醒大家能够move on to the next topic 或者说在结束的时候 在结束前五分钟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来总结一下 让大家停止讨论 然后总结一下之后的action item 和怎么去follow up 这些都是一些结构性的发言 其实这样的主持人的作用非常重要 很多参加会议的不管是什么级别的人 都非常appreciate有这样主持人的存在 但他其实自己并不是在technical 在产品上有一些干货性的发言 那么其实说到主持人 我必须要说一下 其实主持人并不是别人就是轻定的 很多时候在一个开始会议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一个很obvious的主持人 主持人是可以self promote的 就是当你有这个意识 当你有这个胆识去 比如说让大家安静 让大家就是大家集中精力 然后开始进行会议 开始说而尖的 你自然而然就把自己放到了那个position上 然后在我经历过的很多会议中 其实只要有人能够站出来 play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 其他人应该是完全ok的 更多的是appreciate 好那我们讲了在会议中 可以怎么制定策略之后呢 我们讲一下在会议之外 可以做些什么 所谓功夫在平时 平时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让自己在会议中能够更游刃有余的发言呢 这里我也有一些建议 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比较客观的自我评估 看一下在发言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是更多的因为语言表达能力 还是因为缺乏自信 如果是前者 如果是语言表达能力的话 其实平时有很多课程可以去上一下 最有名的就在很多大公司都有的一种training 叫impromptu presentation 它其实就是教你如何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可以比较自信的发言 它的那些topic可能跟开会要讲的topic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其实就是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然后类似的还有一些offer给那个tech lead 或者manager的这样的一些training 这个里面也会有很多场景设计 就是把你扔在一个场景 让你记性的去发言 很多时候就是一种锻炼 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些移民的 一些non-native speaker 我们其实要勇于承认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英语能力不够 所以在平时要注重这方面的提高 那么反过来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语言表达能力 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其实缺乏的是自信的话 那平时也有办法去弥补这样的 一个不足 那么我们之前提到过 我们可以从一些小范围的 一些压力比较低的 一些比较频繁的会议中去锻炼一下 就比如说一个团队内部的 每天的这样的一个例会 这个时候可能与会的 都是你自己的同事 你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知根知底的 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去尽量练习一下 怎么给对方给别人一个反馈 或者一些质疑 然后同时也感受一下 当别人在质疑你的工作的时候 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如何去更professional的去handle 那另一种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自信度 给自己在会议中创造更良好的发言环境的办法 叫Planned Seeds 它特别适用于就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进行讨论的会议 这里所谓的Planned Seeds 就是指在会议之前做一些针对性的准备 去尽可能的了解对方的观点 也大方的把自己的观点分享给对方 这样在会议中双方都不会被surprise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也不用从零开始讨论 可以更关注一些最关键的一些具体的事情 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那么既然有了Planned Seeds 是不是会议就不重要了呢 其实这个并不代表会议就变成了一个过场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我们先前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隔壁的组 其实他们在一个技术实现问题上 跟我们组产生了一个分歧 他们选择性的其实忽略了某一种做法 于是他们决定的这个方案 其实对我们组有巨大的impact 那当然我们组觉得应该有更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然后两个组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 然后我在这个会议之前呢 其实我找到了他们的leader 我们在茶水间就简单的聊了一下 然后当时我给他的message是 我告诉他他们有选择性忽略的这种做法的可能性 然后我是告诉他们在公司里有另外一个组 其实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实现了 效果还不错 然后与此同时呢 我还告诉他 如果他们真的担心这个做法 会对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的情况呢 我们组愿意就是出人手 去帮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那么就是我跟这个leader的这个交流 其实是为了让这个meeting可以更温和的这样一个进行 然后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细节在茶水间都说清楚 说白了 我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细节 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说 我trust这个leader他自己是一个有非常强的技术的人 他自己是一个非常reasonable的人 他会把这些反馈带回给他的组员 这样在我们真的开会的时候 对我的组员来说 他们的发言环境就变得十分的良好 哎呀 沈公子你好大胆啊 但你这样都已经提前planned seed了 你就不怕对方的leader带来一大堆证据回来 杀你个回马枪吗 哇 那这个在买种子的时候也是可以买一半的是吧 哎 沈公子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 那总结一下吧 好 那tracy刚才这个提示呢 就是我们先前说的结构性发言了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讲了非常多如何在会议中游刃有余的发言 其实概括起来讲 就是要理解会议的这个目的 和你自己在这个会议上的一个角色 根据这个两点呢 来制定自己在会议上发言的策略 知道什么时候发言 发什么样的言 在平时呢 我们要注重积累 然后提高自己在会议上发言的自信度 如果说有什么take away message的话 其实我希望大家经过今天的讨论 能够对在会议上发言有一个正确的看待 它不仅仅是为了刷存在感 很多时候啊 可以成为我们自我学习和建立信任的一个契机 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能够对你有用 选取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点 运用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 在会议上好好发言哦 再一次 这里是BitTiger职场小学问 职场沟通片 我是主讲沈思伟 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这里呢 我跟剧组也祝大家圣诞和新年快乐 哦 记得我们在节后还有更多的分享 请大家点击subscribe 订阅BitTiger在YouTube的频道 又到了自我检测的时间 看看今天出的问题 你能不能答上来吧 点击暂停 思考一下 你思考的怎么样了 那我现在就公布正确答案了哦 你答对了吗 如果觉得有收获 别忘了点赞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哦 你的支持 是我们不断产生好内容的最佳动力